第317集 登记完毕,张叶将自己的奖励一下子领出来。 张叶的奖励一共有两种,第一种是入门赛第一名的奖励,奖品是一万下品精元师,先天金丹一枚,极品聚气丹一千枚。 第二种则是晋升为真人的奖励,奖品为两万块下品精元师,下品聚元真丹一百枚,外加一次进入藏书阁的机会。 在这些东西中,先天金丹和极品聚气丹都是冲击真道时使用的丹药。 张叶这一次进阶真道非常的顺利,轻轻松松就进阶了,因此先天金丹和极品聚气丹对于张叶来说有点多余。 不过,这些东西对张叶没有用,但对家族的人还是有用的。 对张叶最有用的,就是下品精元师和下品聚元真丹了。 下品精元师可以用来修炼,只需吸收里面的精元之后,修为就能够慢慢提升。 下品聚元真丹能够快速地补充能量,战斗消耗过大的时候,扶下一枚聚元真丹可以快速地恢复实力。 三万块下品精元师堆在一起,就像一座小山,要想一下子带走这些东西,最好的方法就是将这些东西放入小空间。 不过,张叶住在朝阳风之后,已经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张叶如果将这些东西收入小空间之中,小空间就会暴露。 无奈之下,张叶只好拿出一个巨大的皮带子,大手一挥,将三万块下品精元师和丹药,一下子装到皮带之中。 三万块下品精元师和一千多块丹药,装到袋子里面,袋子被塞得满满的,比张叶还要高出一截。 张叶看着这个高高的大皮带子,朝着风中鹤说道, 那门弟子进去真道之后,能够获得一次进入藏书阁的机会。 风指使,我现在拿着这个袋子很不方便,能不能将这次机会留到以后? 风中鹤呵呵一笑,说道, 当然可以了,以后你凭着玉牌前来就行了。 张叶感谢风中鹤一番,最后背着这个庞大的皮带子,往朝阳风飞去。 张叶刚刚飞出天竺山,立即就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这个人正是八蛋木。 八蛋木看着张叶背后的带子,嘴角露出了一丝冷笑之色。 他手掌抚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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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他急着叫了一声, 随后化成一道淡淡的黑影, 直直地朝着张爷追赶过去。 离开天助风, 张爷背着皮带子一路骑飞, 很快就飞出了数万里。 骑骑骑。 正在埋头骑飞的时候, 张爷突然听到数声短促的鸟叫之声。 随着这数声鸟叫之声, 张爷突然感觉到天地惊奇唯唯一动, 一道淡淡的黑光陡然从身后飞来。 抖抖抖。 张爷身后的皮带子突然发出三声破裂的声音, 就像是被人狠狠地划了三刀, 尖时的带子开始破裂, 发出阵阵的撕裂之声。 盖斯丹, 哪里跑来的鸟儿, 直接冲着我的带子来。 张爷心里暗骂一声, 玄妙的灵爵陡然锁定了一只黑色的鸟儿。 手一挥, 一道宏大的刀缸, 裂空而出, 狠狠地斩向这只鸟儿。 这! 就在张爷发出刀缸的时候, 这只黑色的鸟儿突然一闪, 拳头大小的身子居然在刹那间, 化成一道肉眼看不到的光芒。 张爷斩出来的刀缸, 被他轻轻松松地躲开, 咚咚咚。 黑色鸟儿闪过了张爷的攻击, 一下子又落到了皮带之上, 又狠狠地啄了三下, 皮带子竟然被啄出了一个巨大的口子。 卧槽! 张爷心念微微一动, 方圆百丈的天地惊奇, 当时被他控制住。 黑色鸟儿的速度, 刹那间变慢。 趁着这个机会, 他发出了一道龙卷风, 紧紧地将黑色鸟儿锁定, 准备将这只黑色鸟儿生擒过来。 嘅嘅嘅, 咚咚咚咚。 这只黑色鸟儿被困在龙卷风里面, 居然丝毫地不慌张, 他在旋转不休的龙卷风里面, 狠狠地啄了三下, 张爷的龙卷风居然被他啄散。 啄散了龙卷风之后, 黑色鸟儿身形一闪, 诡异地消失在虚空之中。 再次出现的时候, 他已经来到了张爷的头顶, 呼! 鸟嘴里面, 竟然喷出一道淡淡的黑气。 这道淡淡的黑气, 居然在虚空之中宁而不散, 显然里面蕴含着可怕的剧毒。 张爷心念一动, 一道龙卷风出现在头顶, 将鸟儿罩住。 但龙卷风刚刚出现, 鸟儿诡异地飞行了一下, 很快就将龙卷风啄散了。 好诡异的鸟儿, 张爷这下真是动容了, 这只鸟儿飞行的速度快得出奇, 即使张爷都无法看得清它的样子, 而且它的飞行方式异常地诡异, 它可以转着弯飞行, 横着飞行, 甚至倒退着飞行。 更让张爷诧异的是, 这只鸟儿的力量大得出奇, 它发出来的龙卷风居然都无法困得住。 我就不信了, 张爷微微哼了一声, 心眼微微一动, 这只庞大的带子, 陡然被它收入到小空间之中。 黑色鸟儿发现带子突然不见了, 当时吃了一惊, 展开翅膀就想飞走, 但张爷收起了带子之后, 出手再也没有顾忌, 速度也快了很多。 黑色鸟儿刚刚飞出一百多丈, 前方突然出现了密密麻麻的金色龙卷风, 将它的去路阻挡了。 黑色鸟儿闪电般地转向, 朝着下方飞去。 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凌厉的刀缸, 陡然划破虚空而来。 黑色鸟儿拼命着一闪, 但仍然被一丝刀缸扫中, 身上的羽毛正是纷纷掉下来。 黑色鸟儿悲鸣一声, 在虚空这种诡异的一闪, 消失在原地。 再次出现的时候, 已经出现在数百丈之外, 即使张爷都无法将它留下。 张爷随手捞过几片鸟毛, 目光微微一闪, 存道, 这羽毛上面的气息有点熟悉。 对了, 这羽毛的气息 与那个八蛋木的气息一模一样。 看来, 这只鸟儿肯定就是它的了。 张爷冷笑一声, 转身全速朝着朝阳风而去。 张爷的身影刚刚消失不久, 八蛋木的身形突然出现在虚空之中, 在它的尖头之上, 站着一只光秃秃的鸟儿。 这只鸟儿的羽毛都掉得差不多了, 就像是一个被拔光了的鸡, 异常的凄惨。 八蛋木看着鸟儿的惨状, 又是吃惊, 又是心痛。 它肩头上的这只鸟儿乃是一只蛮荒异种, 速度快如闪电, 力气也大得可怕, 并且懂得人性。 这么一只蛮荒异种, 居然都被张爷打伤, 这让八蛋木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八蛋木发出一声狼嚎一般的叫声, 滴滴地说道, 张爷, 你敢伤我的宝贝,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朝阳风, 在北面的绝壁之上, 张爷双眼微闭, 站立在烈烈的狂风之中, 朝阳风的东面正正对着太阳, 红日东升的时候能够看得清清楚楚, 南面则开辟着树木的灵田, 专门用来种植灵药。 西面植物比较少, 乃是修炼战技和战斗的好地方, 而朝阳风的北面, 中年都吹着诡异莫测的风。 张爷现在站在风中, 目的就是领悟风的意境。 听兰和鹰提到风之意境的时候, 张爷决定暂时放弃推演功法, 先凝结出三花再说。 张爷站在风里面, 准备更深入地领悟风之意境, 然后开始凝结三花, 结出第一朵花瓣来。 朝阳风北面的风, 时而如同聚锤轰顶, 无法抵御, 时而如春风拂面, 所过之处如同情人抚摸, 通体舒适。 有时又如一条条诡异的蛇 朝着身子里面钻, 钻入七窍之中, 有时又形成种种龙卷风, 可以轻易地将万金重物 卷到天空之中。 张爷的双脚 紧紧地站在一块岩石上, 身子微妙地颤动着, 无论吹过来的风多大, 多诡异, 张爷始终稳稳地站着。 如果有脸力厉害的针道高手在旁边, 就会知道, 张爷的身子微微颤动之间, 就已经将吹过来的风 统统地化解掉。 而张爷这种微妙地颤动, 完全是一种身体的本能, 他自己则是闭目平息, 全力地领悟着风之意境。 一天, 两天, 三天, 四天, 张爷日复一日站在风中, 心里的尘埃像慢慢被风吹掉, 呈鸣一片。 张爷心里默默地回忆着 见过的各种风, 想起了吹面不寒的春风, 想起了令人通体舒爽的 清风, 想起了铺天盖地的狂风, 想起了呼啸而来的北风。 最终, 张爷的精神世界之中, 只剩下了一道黑漆漆的风暴, 不停地旋转着。 这道黑漆漆的风暴, 正是无间不摧的空间风暴, 空间风暴, 乃是风中之王, 蕴含着风的最高奥妙, 如果能够领悟到空间风暴的奥妙, 那就是风中君王。 张爷在蒙马乡墓园的时候, 第一次看到了空间风暴, 自创出破山斩, 并且慢慢地拥有了一种玄妙的感觉。 凭着这种玄妙的感觉, 张爷能够轻易地发出龙卷风刻地, 战胜了不少的天才人物。 张爷在脑子里, 一遍又一遍地回忆着空间风暴, 从空间风暴的产生, 到空间风暴的形成, 再到空间风暴撕裂虚空, 毁灭世界。 每一个细节, 都在张爷的脑海里重现。 张爷的身子慢慢地变得轻盈起来, 他无需施展迅雷身法, 也无法动用体内的天和正气, 身体却慢慢地变轻变柔, 变得诡异莫测。 半个月之后, 四道身影出现在朝阳风的北面, 这四个人正是花老大, 曹老二, 木老三和藤老四。 四人的脸上都是一片枯黄, 在曹老二, 木老三和藤老四的手心之处, 生长着一株碧绿的莲花, 上面三朵正在迎风怒放。 而花老大的两手手心, 整整生长着四株莲花, 雪白的莲花和嫩绿的叶子看上去令人赏心悦目, 神清气爽。 四人在过去的一个月时间里, 受尽各种痛苦, 终于培育出了碧穴莲花。 四人现在对张叶已经是恐惧之急。 灵莲一培育出来, 他们丝毫都不敢怠慢, 立即就带着灵莲, 准备将灵莲献给张叶。 四人刚刚爬到绝壁之上, 全部都目瞪口呆地看着前方。 在他们的前方之处, 张叶就像是一个风中的精灵, 又像是一片轻飘飘的羽毛, 漂浮在阵阵的狂风之中。 让四人惊骇的是, 张叶的身上完全没有一丝力量的波动。 也就是说, 张叶现在完全没有依靠力量, 就那么硬生生地漂浮在风中。 老天, 他是怎么做到的? 花老大曹老二木老桑和滕老四, 四人心里都震撼到了极点。 在蛮荒世界之中, 只有修炼到真道之境, 才能够虚空飞行。 张叶现在一丝力量都没有用, 居然也能够虚空飞行, 这已经远远地超出了四人的理解范围。 在四人惊骇的目光之中, 虚空中的张叶, 像是刚刚从熟睡之中苏醒, 陡然地睁开了眼。 随着张叶睁开眼, 这个中年狂风的绝壁之上, 突然静了下来。 所有的狂风, 统统都消失不见。 张叶凌空坐起来, 嘴里发出了一声长笑。 哈哈哈哈哈哈, 整整十天的领悟, 我终于领悟到了风之意境了。 风, 风, 风。 随着张叶的声音, 方圆数十里突然狂风大作, 污天暗地。 狂暴的风刮过地面, 将一层层的泥土吹起来, 携带着一块块庞大的石头, 狠狠地撞击在绝壁之上。 庞大的绝壁, 剧烈地颤抖, 随时都有可能坍塌掉。 奇怪的是, 无论狂风是多么的厉害, 张叶身边石杖之内, 始终是平静一片。 坐在虚空中的张叶, 就像是风中的君王。 啊! 花老大, 曹老二, 穆老三和藤老四, 四人灵魂深处, 一阵的嫉妒, 四人不约而同地跪下来, 紧紧地趴在地面之上。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